大家好,我多克,今天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项目上的弱电系统,其中包括全无智能是如何来进行实现的 咱们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安防抱卷系统,这种系统在加拿大定制房屋里面是标配 当你每次开关窗的或者开关门的时候,它都会有提醒 这样的话,你的手机也会有相应的报警 而且在公共区域都有这个红外线这个侦测 关于安防报警这一块,就比如说是这个控制面板 我们一般会有三个控制面板,一个是主门,另外一个是车库门 第三个的话是主卧里面,这样的话你设安防报就怎么来设呢 比如说,你如果出门了,不管你是从大门出去,还是从车库门出去 你呢,都可以把这个报警给设上,这样整个房子处于一个防控状态 或者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可以设置 比如说是在二楼,你孩子要走动之类的,他这个报警不会触发 但是呢,一楼和地下室,如果不住人的进行下 但凡有人走动,他都可以进行一个防控,一个报警 我们这个窗子都是佩戴纱窗的,而这个纱窗是钢制的 所以呢,你呢,可以上锁,一旦把它给锁上以后呢 这个,就比较安全,哪怕家里有小孩,这个大人也会比较放心 我们这个温控啊,采用的是Lenox,它自己的一套这个智能的这个控制系统 如果说Nest是DIY里面的这个一个产品 那么Lenox像这一款,就基本上是暖通界 差不多是一个顶级的一个系统了 它一方面连接的呢,是我们的这个供暖,智能 另外一方面呢,还连接我们这个家室和厨师 你的空调跟它都是联动的 而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手机全屋一个智能控制 而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房子的一个控制系统 其中包括了像音响,灯光,这个窗帘 温控,这个安全,还有呢,这个门口的这个对讲 以及呢,灯光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音响啊,都是分区来控制的 你在哪个房间就可以放哪个房间的音乐 比如说你是在这个living room 你就可以音乐呢,从living room来放 如果说是在这个family room,family room来放 如果是在走廊,走廊可以放 全部都是可以分区进行控制的 我们的灯光也是一样,灯光的话是在不同的房间 这个灯光呢,都可以控制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控制的 而且呢,你可以一键全部关掉 安防报警 另外呢,是摄像头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门锁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控制的 这个的话是那个门铃对讲 你看,这样就可以看到外面了 这个窗帘 窗帘的话是可以根据这个日出日落 然后窗帘自动开启 这样的话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东令时 下令时,它会自动进行一个调整 房子里面的这个WiFi用的都是AP 整个房子里面有五个AP点 这个是我们的机柜 对于像这种弱电安防系统 最关键一点是不要被人把网线给剪断了 所以呢,我们整个房子里面 这个入户的这个光线呢 走的全部是地下 你找都找不到 整个设备啊,可以加一个这个UPS 这样哪怕是断电了 你这个安防系统还是可以继续工作的 这个是我们的Modroom 就说是那个更衣间 更衣间一进来以后呢 顶上的这些灯啊 会根据那个时间来进行那个自动开启 亮度大约是十分钟 等你换完衣服了以后呢 它呢,再自动关掉 这个呢,是我们中央吸尘系统 这是可以拉出来的 而且这个还可以收回去 这个是用指纹开门的 这个项目的喷零系统呢 也是根据天气啊 它自动来进行调整的手机也可以控制 这个项目的喷零系统